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黎sir 那这条影片就是讲中一的第十三课 讲关于stem and leaf diagram 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个图表去表示一些数据 那,有什么重要的话 大家准备来讲,不然有卡拉鲁和制 这个stem and leaf diagram 呢 就是什么,中文叫干,叶陀,干和叶,就是一个树干 和形成一些叶出来 那,可以表示到什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表示到 就是每一个的数据,datum解数据 这个datum,其实是data的一个,我们叫single 就是各,中文叫data是重数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单数,单一个数 这样,可以表示到每一个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这里有十二个数据 其实,可以用这个表示方法 这个表示方法是怎样的呢? 其实,首先要留意一件事 我们看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这里,它的数据 首先,每一个数据显示了的 这里有十二个数据 这里也有十二个数字 在左,右上面有十二个数字 那这些1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1是代表,stem是代表那个十位 即是1,有十位里面有1这个数字 即是有10 就是个位,就是1,就是6 即是说这个数据,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这个1乘以10,加上1乘以6 就得出16这个数据了 1乘以10,加上1乘以6 就得出16这个数据了 那么,举个例 这个数据又是怎样来的? 这个2字 其实就是3乘以10 再加2乘以1 就得出32这个数据了 即是这个数据了,行不行? 其实就是这样摆下去而已 那有几样东西要注意的 第一,图表一定要有title 那你跟回这里插方的title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钢 有叶 那我们看看本书 就会有个次序,告诉你如何画的 好,那我们看看这里 首先第一,我们要选一个合理 Appropriate 的一个stem 什么叫appropriate 譬如,我们这里有两位数 那我们两位数,这个就是10 这个就是1,就是最合理 那有时候是8位的 比如有时候是1000的 那你的stem就要有所变 譬如,你揭去GLP的后面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stem呢 这个就是以万去看的 个十,八,千,万,以万 这个就是1000的 那么我们看到人 因为人工嘛 人工就一定不会是十和一 因为如果十和一 这个数目就很大了,是不是? 所以就以万和千去看 因为,譬如32,000 那这个数据代表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看吧 这个数据代表三 代表三成二 三成二 一万 再加一成二 一千 就是代表三万一千元 可以吗? 代表这个数据 那么你就要理解 如何走出来 所以不一定是十,不一定是一 可以这样的 数据越大 这个stem和leaf就已经移改变了 那么要找一个合适的 那接着呢 找完之后 我知道是十和八 我才有十和各位 就认为十和一 那么就写回一个十字 一棵树 这样的 然后就根据相对应的数据 一二三四这样写 那么有时候可能是 不是由一开始 可能 因为一是没有的 可能由三开始 就是三四五六这样 没有就不用写了 然后下面 就根据每一个role 填上一些数字 然后加上一个title 按下这四个stems OK 那么这个 有些好处的 这个stem and leaf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 它可以 你抄下了 这个GLP模式 你抄下了 好处就是 它可以 show 到每一个data 就是每一个data 出来的 不会像bar chart 看不到每一个 看到的 它都可以show到 那些data 很清楚 一个一个 这样show得很清楚 第三 就是它排序 order 排序 这个很重要 排序 因为在你将来学里面 stem and leaf 是经常都会考的 stem and leaf 是经常都会考的 这个排序很重要 因为你会看到 其实我站在这里 这里又是细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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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 就不会调转位 不会696 因为你排序才看到 分析会容易一些 可以不可以 OK 所以这里有个例子 就叫你 从这个stem and leaf 画个别的数据 比如这个就是1乘10 1乘3 那么就是13 是吧 其实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其实一看就知道 这个就是21 是吧 如此就可以写出来 OK 这里又是写出来 那么你看到这个 不是由1开始 又是由8开始 因为1,2,3,4,5,6,7 都没有数据 就不用写了 明白吗 也可以有超过10都可以 虽然这个是10 超过10 可能11,12都可以 那么你留意了 好 那么后面 后面有些问题 叫你画 有数据画 那么你要定 那么它定了给你 10和1 那么你比如 找一个最小的先 最小的是 就是 6,13 所以这个 6,10位 就是6 然后3 就填在这里 是吧 那么你记住要隔空间 你不要黏住 你不要黏住 下一个是 查一下 下一个是 66 是吧 那么你不要黏住 你不要这样黏住 黏住不行 你要隔开它 隔开一点 让别人看到一个一个数据 就分开 还有要 就是 高度的人 那么最大一个是什么 最大一个是108 是吧 所以应该有 10 然后7 然后8 然后9 然后10 是吧 108 那么有10 那么中间没有怎么办 都要写 都要写 不要欠了一个 前面那些没有就不用写 但是一旦录开了之后 后面都要写 OK 那么就懂得画了 那么下面这个 就看数据就回答了 那么这个你自己试下做了 好 后面 有另一种叫做 back to back stem and leaf diagram back to back 就是highlight back to back stem and leaf diagram 就是背对背 什么背对背 就是我们看这边 就是刚才正常的图 那么我们就有另一边 原来可以是这边的发展 就是两个图可以比较 就好像刚才 这边呢 bar chart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比较的 是吧 那么同样地 我们也可以有两组类似的数据 比如这里是 港收email 一天会收多少email 有大人 有年轻人 那么你会有不同的数据 那么看这个数据 就可以看到趋势 比较了 那么 也都可以看到最多 最少 最多 最少 那么比较一下 最少就是最顶这个 最小 最多就是最大的 对不对 那么可以看回 那么试下用这个 的题目 来试下画一下 那么其实 你要留意 这个呢 右手边 应该我不担心画不到 因为由小至大 很容易 但是左手边的小至大 是贴着树构的小至大的 见不见 是四 然后六 不是 这个是 是由这边去这边 小至大 可以吗 那留意 不要调转了 不要变成四六 应该是六四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试下自己画了 那就跟回这个 找一个title highlight 然后再画 再答问题 可以吗 那有些比较题 回去试下做 那么 那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stem and leaf 是很清楚看到每一个数据是如何的 你可以数一下数据 找出来的 那么 后面也有一个MC 就是说看图 如何看 应该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都不难明白的 那么 留意几点 提到 就是 每一个数据要顺次序 找回对的对应 的数字 试一下 列出来 还有试一下去 选一个对的大小 就是 譬如这里你看到 有一至八的 要找回对应的数字 OK 其他可以慢慢自己看 那么 短片就到这里了